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就是那个自然的丹霞地貌形成的天然的 那个像男性的器官一样的 那个叫洋原石 哎呦像的一模一样就是真真的 就是那个 反正这种柱啊山峰啊 就一直被人赋予这样的一种隐喻 这个在最早的时候 这是跟民族都有关系 最早的在原始宗教里面 大树 树就是这种象征 树就像井是阴性的象征 树就是男性的象征 你包括就说像是咱这个曹操牧 他出土的那个龟啊 那有的学者也认为啊 这个龟的这个这个形状 它比较像男人的那个龟 你知道吗 就是也是代表着这个权利 就是远古祖先人类的 这个性崇拜的一种遗存啊 像那个而且的茄子 就祖宗的祖 就祭祀生殖器嘛 左边一个这个旁 右边一个 对啊 祖宗的祖呢 是石色性也 这边呢 这个边旁呢 代表食物 那边那个茄子呢 代表性 所以在最早的时候 这个是汉字的图解决 有人这样解决 这种文化啊 在电影阿凡达里都有表现 你没见阿凡达里的权利哲学吗 谁胯下的鸟大 就听谁的 是吗 谁胯下的那鸟 就是而且徐老师那天还讲嘛 这个男人还都是强暴式的 胯下胯下 然后赶快接通 一下就是你的了 一辈子都服你了 我听说你们趁我不在的时候 偷偷把阿凡达骂了一通 是吧 没有 我哪敢骂阿凡达 现在中国旅游业就靠阿凡达真心了 你知道我给你看这几张照片 我刚才给你讲张家界 这个这个引起很多争议 你看看啊 阿凡达里边的这个山叫做哈里路亚山 对吧 哈里路亚山 这个奇观 这个山就是咱们这个乾坤住 南天一住张家界 实际是张家界的一个景区叫原家界 原家界里头这么一个山 再看下边这两天当地旅游部门挂牌了 接牌一试 我们这个南天一住啊 就叫哈里路亚山了 引起很多争议 首先是很多人爱国主义情绪被刺激了 就是说他在阿凡达之前 我们张家界就是世界自然遗产 凭什么要把我们乾坤住换成哈里路亚山 这丢人不丢人 但是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呢 说你们不要小题大做 说这也是一种营销的方式 你原来叫他这个乾坤住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来由 对吧 那现在换一种表达方式 就好像有人说 那个大片叫什么指环王吗 指环王弄那个什么新西兰那边 对吧 一个叫什么库克山 也跟什么中欧的那个文化 没什么关系 但是据说那个山 现在也跟人宣传啊 新西兰也哪来做宣传啊 但改名不改名我不知道 但是人家说哎电影拍的就是这个山 所以有些人又被认为呢 小题大做 很多国外的那个电影拍完之后 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那个暗图所记 变成一个就是说某某电影的一个一个旅游地图 景点地图就是说啊 这里某某部电影的什么什么景点 在什么地方弄个地图给你 但是因此而把原原始地名改名的 这就是一句话叫某某不解 好像没有听过 这真的是没有听过 那个感觉像什么你知道吗 有人呢按着我的那个样子去整容了 整完容之后就是哇 你长得真像孟光美 那那人可能叫窦文涛 我一看哇 你整你整的整个真像我呢 就我从此以后我也改名叫窦文涛 这 本末导致 叫窦孟光美啊 或者出了之类 很多是这样 你现在今天有的人长得像张伯芝 那最后他之所以有名 就是因为长得像张伯芝 那张伯芝不会因为他改名啊 张伯芝不会因为 你主次到了嘛 现在是这个凯美尔到张家界取景 或者说他得了灵感 据说他搞错 以为黄山是吧 他去了张家界 把人家搞演那个卡梅龙啊 什么什么梅龙的 他自己搞不清楚了 以为是黄山 其实他去的是张家界 他得到灵感设计出来 是张家界的光荣 这个你可不能随便说啊 现在黄山那边人也不干了 人说他确实有个 阿凡达有个摄影师 到我们黄山来拍了好多照片 也可能啊 艺术嘛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 他可能是几大名山都综合起来 对不对 你不论哪座山 你没有浮在空中吧 所以你总是跟他不一样 他是倒过来 他反地心引力的 你没见过 他的山是浮在空中的 但是张家界那个山吧 他云雾缭绕的时候呢 感觉上真的就像一个山 是浮在空中的 张家界的情况呢 有点特别 你知道我去张家界是85年 那个时候刚刚开发 除了某领导人提字之外 所有的山都没有名字的 所以张家界的山的名字 不像不像黄山是很多年前以前起的 张家界的这个作为一个景区的开发的时间是很短的 是80年代才开始的 张家界3000多座山峰啊 到现在有名字的也就100多座 他是很晚才开发的 这种现象就像 他刚才讲第一种现象 我觉得很正常 就像海角7号红了 当地就办旅行团 香港也有旅行团 到海角7号去 香港大学有一个陆又堂 是他的一个礼堂 对对对 可是现在陆又堂一来讲 讲什么 就色戒在那里拍的 色戒演戏啊那一段呢 李安那个演戏 那他也不能改成色戒堂 他没改成岭南大学堂 因为他倒是冒充的是岭南大学的堂 但是他现在还是 但是他还会讲 龙英台上次去做演讲 他中间还提到 就在这个礼堂 你看李安就在这里拍了 这么一个电影 你可以拿来 但是现在文化界 常常就是做过头 做过头的现象 我告诉你们 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事情 真郁闷了 你知道那个眼睛 看不见的那个歌手意大利 Andra Puccini 唱歌唱得很好 对不对 那香港呢有一个楼盘 后来引起很大争论 叫银湖天风 他们说他们的这个楼盘 广告有假啊什么的 我不去讲他 但他在广告拍得很漂亮 前面就是就是山啊水啊 就是马鞍山那边 土路港的风景 然后就配上这个音乐 这广告做得很出色 出色到什么程度 你现在到那个DVD的店去买 Andra Puccini的CD 上面就印了一条 不是别人贴到 是他发行单位贴到 银湖天风广告歌 哇 哎呦 你说把意大利的歌手的歌 要推销说 银湖天风 哎呀我看到这昏过去 你这叫本末倒置 现在我们这个也是这样 把我们那个山水很好 这本来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 这么世界明天用的是我们这里的景 你组织旅游团也好 你在当地树画册也好 你做宣传也好 你甚至于拍什么东西也好 你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 把乾坤给改了 我还记得那天 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 十几个人一起去看 然后我看到那个图像出来的时候 我就特别兴奋 我一直跟他旁边讲 你知道吗 这是张家界 这是张家界做的 你知道这是张家界 因为我之前看 因为他来做宣传的时候 他就已经说 我们是以那个黄山作为一个蓝图 就很多人炮轰 他说你将官李戴 你分明是张家界的景 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说 他可能是有这么样一个画面在里面 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很震撼 我兴奋的 我都忍不住跟我撑面 你看你看 就是张家界的那个原型 在里面台词 看你的表情 就非常兴奋 结果我们觉得引以为傲的事情 他竟然 就是 过犹不及 他那个电影里 乾坤柱悬空了 就说我们的柱子没跟了 这联系到前面的讲的 那个意象 那很可怕 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质上 是一种傍大款的行为 对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从来不会 歧视或者什么 说是人家什么包二奶或者傍大款 我觉得那是人家的选择 再一个理由就是 你们谁不傍大款 男人女人当官的什么的 各个单位 阿凡达就是个大款 于是呢 你能傍上 你们都傍吗 能挂点关系 你能跟鲁迅扯点关系 不都扯 扯点关系吗 咱们也不都傍着凤凰吗 那倒过来 卡美拉 我想啊 这说不清 我们干活也挺卖力的 那卡美拉也不傍着我们张家界吗 他傍着我们的好山水 不是 我们那个在在全世界来说 是仰在身归无人时 然后被他们这大款 给发现了 酒香不怕巷子深吗 可是现在跑到巷子门口去 没错 那你说要是将来这个外国电影里 要是有个什么大片 用了咱们茅台酒 是不是要的偏的火了 茅台酒也改名 阿凡酒什么的 其实因为拍电影而红的呢 有时候不一定是福是货 很难说 你还记得几年前 有一部电影叫做 那个Notting Hill 诺丁山 对不对 那是伦敦的一个地名 对 然后因为他当初拍摄的时候呢 他真的就是一个实景 你记得那道蓝色的门吗 朱利亚罗伯兹 后来冲进去的那道蓝色的门 后来呢 也成为一个世界著名的观光景点 那个住户到后来是不堪其扰 他每天早上一出门 一打开门 就看到几百号人在他家门口 咔嚓咔嚓 就拍照 因为是真有奇地 真有奇门 最后呢 那个住户呢 最后就决定把那道蓝色的门拆掉 然后把他拿去拍卖了 哎呦 音乐之声那个地方 专门有个旅行团 我还去看了一下 就在奥地利 就是拍 还有一个亭子 那个男女在那里唱歌 那个亭子现在都在 还专门在当地的人 萨尔斯堡啊 那些人只听歌剧的 他们就组这个团 就骗美国人 他就是美国人喜欢这个 音乐之声 Sound of Music 他就给他们到那里转 所以看来这个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的现象 就旅游拿文艺来做话题 但是我觉得张家界 他们应该也要做好准备了 因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我心里真的有一个蒙动 我就觉得说 重游张家界 我一定我有机会 我没去过 我没去过 对 所以我就觉得有机会 我一定要去 所以我相信 在去的时候 张家界已经不叫张家界了 叫潘多拉星球 潘家界 你看现在很多网友在争论 说是这个改名 急功近利 也有些人说 他原来很多山峰都是无名的 就随便叫个南天一柱 这个什么叫什么 自然遗产无国界 就叫个哈里路亚山 又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又有人说了 说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因素 南天一柱是古城的名字 就是古来传承的名字 南天一柱 你可以在资料当中说明 是那个电影里边的原型 但是你没必要去改名 说这个张家界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景区管委会凭啥自己就改名了 甚至中国人爱聊 聊到这个机制问题 就是说改名的程序 改外我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不过他说这些名字 有什么古来我也很怀疑 我就刚才说过了 张家界的很多景点 是后开发的 而且这也是中国人的特别的习惯 什么地方的好风景 非得彼复一个故事 非得说什么望夫啦 什么望子啦 阴阳啦 卧佛 还有那个去那个四川 他们就非得要我们去看 跑到一个角度 一定要拉我们 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你看这是脸巴 这是身体巴 这是脚巴 我看看什么地方都不像 只有中间翘起来 那个东西还有 真的我也觉得 有时候太过于弄这个了 扼杀人的想象力 就所有的导游 领到这一看 说你看 那像不像个睡着的毛主席 说你看这是鼻子 那是眼睛 那是什么 我觉得为什么不让孩子们 自由想象 他愿意是什么 是什么呢 中国这种对山水的这种功利化 伦理化 而且一定会编出 还会编出一些故事 最多的就是伦理的故事 守卫啊 等候啊 这种忠贞啊 或者诸如此类的这种 这这种故事 香港也有嘛 望夫蛇 望夫蛇 对不对 之类的 在那里歌颂忠贞的 这个是比较中国国情的 其下品 就是每一个人到此一游 对不对 我现在比较忧心重重的呢 是这个如果大量的游客 海内外游客 因此而涌进张家界 阿满达山 对 那我只是担心当地的这个自然景观 会被破坏 那才不必担心 那才不必担心 那这个裁员滚滚 开心死了 现在各地地方部门 要发掘裁员 基本上一个这种路子 就是往大片 往著名的文化事件 另外一个就是挖古人的墓 马超的二奶 这个张飞的老婆 听名去找 四川眉山嘛 有一个叫什么木马莲花村 现在这个全村的 翻家导会 村民不是向国家文物局要求 说刘备在我们这 挖一坟 曹操出来了 刘备也待不住了吗 说这个教育商业化 医疗商业化 对不对 现在弄的考古也商业化 没错 但是广美 你现在在中国的大江大河 游玩 你有什么体会 我刚才担心的这一点 就是我不是说担心 大家不去 我是觉得说 大家去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准备好 因为你知道这样的旅游东西 空 就是运输 运输很重要 住很重要 吃很重要 因为游客一到当地去 你这些十一住行 会给人家留下 很深刻的第一印象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很多很多年 去一个地方叫林川 听说那个地方 那是一个大水坝 那个是秦始皇 当年的一个 他遗留下来的一个 很大 很伟大的一个工程 但是我告诉你 那个但是我这辈子以来 我一辈子都 已经十几年了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那一个晚上 我们住在一个已经半倒塌的那种酒店里面 那完全就像 半倒塌的酒店 那就是一个鬼店 那真的是一个鬼店 这让你体会秦始皇时代的生活 但是 但是就是说 我即使觉得那个地方再怎么样的宏伟 我回去之后 我没有办法告诉我 那个地方你一定要去 是是是 是吧 你没有办法口口相传的把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为什么很多人 你我相信你没有听过那个地方吧 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们去那边采访 但是我回去之后 我说那地方真美 但是 我说不出来说 请你们一起去看吧 因为你连找个住的地儿都没有 没错 但是这是个矛盾 这就是所谓的开发 说你比如说你要是到有些比如离江 到什么地方玩 他会告诉你 就说你怕不怕艰苦 你要不怕艰苦 我领你到更里面 这就是个矛盾 就像他们说你去成都吃火锅 最地道的火锅 你就得忍受它是脏 甚至不脏就不好吃 那么中国的很多景点也就是这样 这是个矛盾 他也不能像人家外国那样 你看外国说开发了 那么既建起来能够比较舒适的 可以让游客衣食住行的地方 但是好像环境也没有怎么被扣 他开发的很有节制 开发 比方说美国 我去过Yosemite 那开发的很有限 它的山水比我们说实在话 比黄山差远 差太多 差太多 可是它保持的真的挺好 它这个非常有 它就是搞一些学生在那里玩玩 而且它那边有一个一百多年的酒店 还是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舒适 酒寨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酒寨沟的酒店也都弄得 还相当不错 里面上面还有个五星级的饭店 酒寨天堂 人太多了 酒寨沟人太多了 是 那这就是问题 人排山倒海而来 你有没有办法接纳他们 是最重要的 你的酒寨沟其实也是新的 它是文革时候伐木队 那是砍树 伐木队伐到这个地方说 这里挺好看的 结果就写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报告 后来发现说跑去一看说 人间先进停止砍伐 现在变成什么也是国事件什么什么 当初就在伐木 这样发现的 真的非常美 你觉得是吧 真的非常美 而且你去住那个酒寨天堂 你真的就觉得人在天堂里面的感觉 我已经去了三次了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没有 你马上我每次才自己自己掏掏掏腰包住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说这个事有人说呀用不用得到这个小题大作 你看看有人就讲啊 说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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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次改名 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是呃成功的呃 为什么呢 就是说有多少人过去知道这个山呢 但是现在呢 因为一个电影 他利用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宣传营销的这个方式成为一个可能将来成为一个世界都注意的地方 而且就是说中国那么多的名山大川就是这么一个柱子叫了一个哈里路亚山 我的阴谋论啊 我的阴谋论啊 其实呢 那里是不是只有那个南天一柱长得像阿凡达里面的那座山 其实不是的 但是我觉得 好 肯定有很多柱子 但我觉得他那个只是先我占地为王 我先把他给注册下来了 我我自己先接一排说 哎 我这里就是那个阿凡达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那其他的三千八百跟你就不能再跟着我一样这么说了 没错 他从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件事情就说明他那个初位的宣传已经成功 他不管他有没有道理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就算错他也没什么大错 我个人的愿望呢 是希望这些名山大川呢 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子就好 黄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全世界好 很少找到 除了瑞士啊 很少找到这样的像黄山这么好的地方 可是黄山我去了以后也有个隐忧 他现在一个领导人建一个馆啊 那黄山是千年风景啊 那将来这个黄山一千年以后去看会有多少个领导人馆啊 我就一路在替他担心 我想总有一个领导人到一个时候 他会想一想说算了 我虽然来了 你们就别在这里给我建那个馆了吧 我相信当地的人也是好意 但是你说你看 那卢山上他还有当年蒋介石的馆呢 卢山不一样 黄山是个纯粹的风景 那些领导人到上面只是看风景去的 而卢山是政治开会的地方 他是别墅 卢山的风景不怎么样啊 卢山的风以风景来跟黄山比 一跟十都比不上 卢山主要是人文 然后别墅 气候 最重要的是他有很多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上面发生 从蒋介石后 蒋介石后 卢山的这个风景啊 他隐喻着政治风云 对 这个这个东西啊 还真有点天人合一 你看在卢山上发生的事 我记得当年李锐参加那个卢山会议 写了一句诗啊 很能表示卢山的这个风貌 就谈笑不绝诗群山 你看这就像阿凡达的电影里边 怎么就叫云雾缭绕 这卢山那个感觉啊 呼烟在左 呼烟在右 这云雾一过来 你俩人聊聊天 又回头 哎 山没了 但是你看这政治上的这个卢鬼人 从他的政治上的来反映这个当初的诗是预言性的 就是不是卢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对 但是黄山呢 就不同 你像画家们歌颂黄山 像那个张大千 说走遍世界各地 我还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山水是最美的 这当然也是有点民族独大主义 不不不 黄山基本上能这样说 全世界类似的这样的山 没有比得过黄山 黄山你到了这个地步 你坐在一块石头上 你可以坐在那里坐几个小时 然后你眼睁睁 你手里有照相机 你可以隔十分钟 隔十分钟拍一张 然后你回去把这些照片你连放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不同啊 这个世界就在你面前这样的不同 黄山最美妙的什么 就是那云雾大的时候 你要那个时候听交响音乐 你觉得交响音乐就是为他做的 他那种 他总有时候一点都看不见了 然后突然之间 哇一下全散开了 就是就像一个高峰来到 然后你几分钟之后 哇又没了 天都风啊 薛老师你什么组个黄山团吧 黄山是漂亮 真的漂亮 我没有别 我不是为了做节目 对 他可能是觉得刚才说了张家界半天 黄山不高兴了 突出一下黄山 不不 真的他是纯粹从山水来讲 这是当年这个画家 这个黄斌红啊 在久上黄山 中国的很多这个过去的画家 都是多少次的上黄山 不过我也在 所以咱们节目里有时候出现黄山银河松 我就看着高兴了 对 他是中华民族 就配得上我们这节目的这个 配得上我们这个节目 配得上我们这个节目 这也是银河松 银河松